姐 你和姐夫离婚不会真的是为了成叔吧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听妈说 你当初等成叔 愣是等到29岁 就这样 成叔也不为所动 大家都说成叔心里有人 他忘不掉那个人 所以姐 我觉得你没机会 那天闹过一场之后 杨晨家里好歹是安分了下来 快过年了 琪琪带着一家人买了家具之后 又去半年货买新衣裳 妈 再给你买件羊毛大衣 琪琪拉着许娟顺势拐进百货商场的女装店 小九父子二人 提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 心情一言难尽啊 这件衣服真好看 两道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与此同时 两只手碰到同一件大衣 咦 你不是 琪琪这才分了心思去看 旁边是两个女人 一个40出头的样子 一个只不过20出头 年轻那个看着有些面熟 只不过一时没想起在哪里见过 小九 真是你啊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 良心 良心笑 没错过琪琪眼里的陌生 显然没认出她 她主动介绍 我们应该算见过的吧 那次在学校 小九演讲 我点你起来回答问题 琪琪有印象了 礼貌地点点头 这是我姐 这不是马上过年了 出来逛逛看能不能挑件何心意的衣服 姐妹两人年纪差得不小 比起良心的活泼 良心话上 人看起来也更冷漠些 上下打量几人 交好的没促起 走吧 姐 衣服不买了吗 刚刚那件挺好看的 不如问问售货员有没有你的尺码 不喜欢 换一家看看 听到良心这么说 良心也没勉强 跟小九打了声招呼 姐妹两人就出了店铺 你喜欢刚才店里那个年轻男人 姐 你瞎想什么呢 没有的事 你刚刚没看出来啊 小九眼里只有他对象 还有 他们两个都已经结婚了 嗯 你条件这么好 总归能找到更好的 走吧 去下一家逛逛 姐妹二人继续往前逛 说来也是巧的 逛到下一层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成母和成文姐 良心 成母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度 去你家找你好几次没遇上人 想不到在这遇见了 问你个事 你问吧 听说你离婚了 是不是打算和我家文青复合 还是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那个孽子在哪 你转告他 让他回家一趟 我有事找他 老太太态度倒是二十几年没变 良心自是领教过的 这回也不打算忍气吞声 成文青是你儿子 你这个当妈的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怎么会知道 他没去找你 你可别骗我 你和你那丈夫离婚 难道不就是为了和文青在一起 成母笃定的语气把良心给气笑了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拉着良心就走 姐妹俩走远了 良心回头看了眼 姐 你和姐夫离婚 不会真的是为了成叔吧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听妈说 你当初等成叔 愣是等到二十九岁 就这样 成叔也不为所动 大家都说成叔心里有人 他忘不掉那个人 所以姐 我觉得你没机会 被妹妹这样直白地揭穿过往 良青脸上挂不住 只得加快了脚步 成母和成文杰站了会 往楼上去 小九不经意往店铺外看 正好看到成母和成文杰往这边走 马上就能过个好年了 可不能让这两人搅活了 小九当机立断 沉着一张脸站到店铺门口 正好成母和成文杰走到近前 算了 换假店 成母脸上闪过厌雾 成文杰也看见了小九 明白成母的意思 本来要进店的两人 硬生生换了方向 小九抿了抿嘴角回到店里 怎么了 没事 几人又逛了一会儿 买得差不多才回了老树巷 到年三十还有三天的时候 上次差点被人贩子抓走了三个学生家长 感谢你救了我们家孩子 琪琪看着地上的六只老母鸡 三篮子鸡蛋 也不打算白拿 你们等会 琪琪回屋拿糖果出来 一家栽了两口的糖果和五十块 算是回礼吧 家长直呼不好意思 又寒暄了一阵 家长们便离开了 小时来了电话 琪琪 小九 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也要休息几天过年了 还有 先生那边交代 他过年不在西城 让你们别去郊区了 不在郊区 那他去哪了 大过年的 一个人多孤独啊 本来琪琪还打算年三十那天去一趟郊区的 可能是到处走走散散心吧 具体我也不清楚 先生说他会回来呢 对于陈文青的固执 琪琪也无可奈何 挂了电话把这个事告诉小九 小九沉默了片刻 没说什么 换衣服 咱们出去一趟 两人又去了趟百货商场 买了一盒红茶 老字号刚出炉的点心 直奔郊区 燃着刺针扑了空 门上挂着铜锁 银杏树下的石桌石凳上 蒙了一层薄薄的灰 种种迹象都表明 陈文青的确不在这边 琪琪和小九只能又回家去 年关 送年里往来的也多 杨晨竟然也过来了一趟 拿了一箱苹果一箱橘子 过年了 拿两箱水果给你们尝尝 小九知道他不容易 送交早产 小宝宝出来在保温箱待了一个礼拜 卫生院那边没少花钱 就说拿钱给他 杨晨没要 转身走了 琪琪没觉得有什么负担 大不了回头给杨晨的女儿 压碎钱底了 年二十九这天 林木休息 喊了琪琪和小九去家里吃晚饭 大盲人林旺也终于露了面 出手也是阔绰 给了林妇和林母各一半的大红包 你也老大不小了 就不打算找个媳妇 爸你就别操心了 你说找媳妇哪有挣钱爽不是 你看我妹怀了三 你还怕没人继承咱家的香火不成 搞一个姓林不就行了 你个臭小子 你说的倒是简单 人家凭啥让孩子姓林 凭啥不让 林妇和林母 被儿子理直气壮的态度说晕乎了 怕小九多想 林母赶紧招呼她吃菜 又暗暗瞪了林妇一眼 林妇被嫌弃习惯了 吃了晚饭 赵丽氏风风火火走了 琪琪和小九做了会儿也打算回了 她大哥就是随便说说 小九你别往心里去 嗯 我没多想 妈 你放心吧 我跟琪琪就先回家了 没多远的路 两人没开车 这回就趁着夜色慢慢往家走 其实 可以让宝宝跟你的姓 啊 你舍得 哼 跟你的姓姓林 跟大哥没关系 也不要大哥的财产 我能养你们 她特意强调琪琪的林 她是不如林望会挣钱 但也不至于要大舅哥 帮她养妻子孩子 更不会惦记大舅哥的财产 其实吧 我哥这人优点还是很明显的 这么会挣钱 我才不信没有姑娘看上她 多半是她没看上别人 她这是情窦未开 等她开窍 我就有嫂子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之前做过一个梦 梦见我嫂子家里有金矿 你真敢梦 什么呀 做梦吗 又不一定是真的 那你认识家里有金矿的人吗 这个吗 真不认识